机场人拿着棉棒仔细在铁盘上来回涂抹 另一头砧板也不放过 反复在上面采集样本 准备带回去做进一步的检验 会这么大众做清茶 全都是因为这家越式法国面包店 传出有民众吃完后出现上吐下泻 疑似食物中毒的情形 没有 从来没听说过了 这次班我都不知道耶 我还说在两天怎么没开门的 那平常他卖是卖什么东西 就是法国面包还有咖啡啊 这家位在新竹县的越式法国面包店 24日起陆续传出有民众在食用完法式面包后上吐下泻 截至26号晚上为止 新竹县市共有35人送医 还有5人住院观察中 目前该家店已经拉下铁门暂停营业 详细的情形有待卫生单位调查理清